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视频有一个重磅级的嘉宾 就是我的最新来的小箱的包包啦 超级激动,有没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箱的袋子和一般的 我们的那个香奈尔的黑袋子不一样 它是白色的 因为我现在人在巴黎 我昨天我们刚刚去买了这个包包回来 所以真的是热腾腾的开箱 我到了酒店就已经忍不住跟大家做这个开箱 然后里面呢也是一个白色的盒子 让我把这个白盒子拿出来 之所以,其实它这是基本上是世界上唯一一家 有那个白色的袋子和白色盒子的小箱 啊,我的山茶花已经掉了 不过应该没有关系 大家一起看看就好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是白色的袋子和白色盒子的香奈尔店 因为它是康鹏街31号就是香奈尔的总店 或者是说是香奈尔的第一家店 然后我也是超级超级幸运 因为我今天买到了这款包非常非常的难买 我之前刷小红书的时候 看有的姐妹已经可能在国内等了一年 都没有等到这一款包包 然后所以你肯定超级好奇 这是一款什么样的包包 然后并且我买这个包包也真的是啪啪啪打脸了 我之前的各种就是说我不买羊皮 我不买小金球 对,大家是不是大概可以猜到这是一款什么样的包包 然后并且大家看这个尺寸 也大概可以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size的包包 就是最近香奈尔真的是涨价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很幸运的是这一款并没有怎么涨 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拆箱吧 对,我刚才把这个盒子拿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山茶花给搞掉了 所以它原本的那个包装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来沉浸式开箱 我们来zooming一下下 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每次就是这种香奈尔它包装的都超级漂亮 然后这上面写着三十一 那个神邦就是康鹏街三十一号 然后这个袋子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包包 所以它是这个磁铁的 哇塞 还有层层的帮我包好的 它这个纸上面都有印着香奈尔的logo 哇塞 我当时被offer这个包包也是超级神奇 因为这个包包很难买到 然后可能就是巴黎这边有非常多的代购 然后所以说我那个销售小姐姐 然后是个黑人 然后我觉得它真的超级nice 它就特别神秘兮兮的 我问了它这个包 然后它二话不说 它就下那个 他们可能有那个储藏室吧 然后下去去帮我去找 然后我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 然后它就抱着一个盘子 一盘那个包包上来了 然后其中就是有这个用黑不隆东的 这个布包着的这款包包 然后呢就很神秘的跟我说 哎请跟我走 而就是follow me 然后它就把我 就是我们走过了那个女装部门 我就把这个直接这样子拉开 走过了女装部门 走过了那个什么配饰的那些部门 然后最后它带我去了试衣间 就很像爱马仕的整个experience有没有 就是把我带进了香奈尔的试衣间 就是一个小黑屋 然后它就把这个打开 然后给我看到这个包包 我当时一看到就整个人 哇塞我也太幸运了吧 这就是最新款的小金球黑色的羊皮的大mini 这款包包真的是超级多人都想要 然后这个销售小姐姐她帮我包的特别好 你看这个整个全部都是包到这个有一个防尘袋 或者是一个保护包包的袋子 然后这个里面它也塞了好多个package 因为有好多质 然后让我把这个包包扣起来 是不是超级美 然后并且就是这个包包 我发现它的羊皮跟之前那种特别娇嫩的小羊皮不一样 因为它是那种做旧的羊皮 所以说摸上去有点像那个香奈尔19那一款包包 然后就有一种随性的感觉 然后摸上去就是会觉得软软的软塌塌 你可以去捏一捏超级舒服 然后它底座也是那种特别柔软的底座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装卡包的一个小袋子 然后我们打开看看里面 里面也超级美的 因为它里面是一个香槟金色的内里 然后因为这一款是新款的包包 我可以给大家近看一下 它里面其实是没有身份卡的 就是从这一款开始 它里面是有这个小的相当于那种防围码 有像一个金属片然后贴在这里面 然后所以这是从八月份开始的吧 香奈尔家的新款是这样子 然后再把里面的纸给拿出来 就大家看到这个黑色 然后配上这个复古的金色 真的超级美的有没有 然后里面呢 它就是有一个 它有两个小隔层 里面有一个小的 就是没有拉链的隔层可以放一些塔呀 纸巾之类的 然后这个拉链是超顺滑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隔层 就是你有一些重要的物品 然后一些小东西可以放在这个里面 有拉链的地方 对然后这就是我昨天买到的 在香奈尔的 就是第一家店买到的极品包包啦 大家有没有觉得超级美呢 然后不过昨天呢 我们也去了另外一家店 我还买到另外两个香奈尔包包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另外两个包包是什么的话 请关注我哦 然后别人如果你今天非常享受 我们的沉浸室 香奈尔开箱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一个赞 一键三连哦 然后这个 真的是超漂亮 我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金球吧 这个小金球 它其实就是一个调节扣 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 它有那么重 然后如果就调节的话 你是按着这个小金球 然后拉这个 有另外一个小的这个吊球的地方 这上面有一个 香奈尔的一个标志 然后你这样子拉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链条调长调短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到时候回家了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包包的上身图 然后以及和我之前的 大概六七年前买的 香奈尔的大迷你 跟大家做一个对比 所以行 那我就希望大家 还享受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赞哦 如果想要看 其他两只包包开箱的话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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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